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他说平行四边形的判别性质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那现在是平行四边形的判别性质 什么叫做判别性质 简单一句话讲 所谓的判别性质就是用来判断 或者用来判别 他是不是平行四边形 就是说有一个四边形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平行四边形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判别性质 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判别性质有哪几个 首先第一个 如果一个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等长 那么这个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四边形 长成这个样子 他长得很像是平行四边形 但是我目前不确定他是不是平行四边形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我知道说他的两组对边分别等长 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一边等于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会等于这一边 好他的两组对边分别等长 假设这一个四边形 他的两组对边分别等长的话 那你就不用怀疑 他一定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他一定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就是第一个判别性质 有一个四边形 他两组这一边分别等长 他就是平行四边形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他说如果一个四边形 一组对边平行且等长 那这个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四边形 长成这个样子 他其中一组对边 首先比方讲这个叫ABCD 他其中一组对边A珠跟BC 他平行A珠 平行BC 而且A珠等于BC 那这个我们就叫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确定他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第三个他说 好第三个他说 若一个四边形 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四边形 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四边形 他叫ABCD 那他有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确定他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那么最后一个 若一个四边形 两对角线互相评分 那么这个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什么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对角平行四边形 他的对角线会互相评分 这一段等于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等于这一段 对角线会互相评分 那么这个四边形也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我们用来判断一个四边形 是不是平行四边形的方式有四种 第一个就是两对边分别等长 两组对边分别等长 再来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然后一组对边等长写平行 再来就是两对角线互相评分 这四个都可以用来判断这个四边形 他是不是平行四边形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三点 他说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面积国小我们就叫过了 他是底乘以高 有没有除以二 没有 因为底乘以高除以二就变三角形了 那他是底乘以高 这样子而已 好 好 好